HELLO 大家好,我是Vicky 这一期Vlog呢,我准备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旅行箱里都带些什么的视频 明天我跟哥俊就要出发去Vegas啦 然后我们要进行六天左右的road trip 我今天要packing我所有这六天的行李 还有我们家Live的行李 Live来,say hi Live这次跟我们一起去旅行,我们订的所有酒帘都是pay friendly的 好啦,那我现在就跟大家开始分享我旅行时都带哪些用品,我们开始吧 这个化妆包是我今年去日本旅行的时候买的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三宅医生 因为它每一个每一块都可以折嘛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黑洞一样可以装超多东西的一个化妆包 它形状并不是固定的 这点我非常喜欢 然后直接看就很好看 我选的颜色是香槟 偏肉白色 并不是大家经常看到的纯白色 我觉得纯白色那个感觉有点像玩具 就不那么温柔吧 我觉得这个颜色更加别致一点 虽然化妆包就是一个非常personal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一直要出差 一直要用的东西我会愿意买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如果就偶尔用一两次我可能就不会花比较多的钱去买这样 那先来讲我的护肤步骤 首先是卸妆 这是兰蔻的小罐旅行用的眼唇卸妆液 这平时非常好用 我在家里平时也是用它 另外我会戴的是这次斯福兰打折 我在Pharmacy买的卸妆膏 它的size是50毫升 就放在carry on的行李箱里的话 也绝对不会因为太大而不能带 我试用了一下迷之好用推荐 接下来是洗面奶 是用lancol的这一款泡沫洗面奶 它洗得超级干净 唯一一点不好的就是洗完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脸干干的 不过只要你马上用一些润肤水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前面的话我就用这款倩碧的2号爽肤水 然后用它做一下二次清洁 它可以把你没有完全洗干净的污口给擦干净 然后又可以做到脸部保湿的作用 我非常喜欢这一款 另外就是精华液 眼霜然后还有面霜 都是分装在这种小的瓶子里 非常的轻便简单 然后你上面贴个label 你就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然后放在化妆包里的话也非常的省空间 接下来就是这瓶小的发油 就是摩洛哥精油 特别像如果我去Vegas这种比较干的地方 每次你洗完头把这抹在发烧根部 然后你头发就会变得更有光泽 然后也不那么蓬了 我是一个头发特别干特别蓬的人 所以特别需要一瓶这样的发油 护唇膏 这个是好几年前吧 我在淘宝买的 它是日本的一个胶囊护唇膏 我觉得很便宜 这样一只大概才十几块人民币 但非常好用 又保湿又不会黏腻 我觉得它完胜在北美这边很多大牌的润唇膏 还有牙膏 一定要带小罐装的 可以放得下化妆包 你带大罐的话 你有时候安检过不了 它会觉得你膏状物体 也像是液体一样 它是不让你带的 所以 记得一定要带小包装哦 OK 刚刚就是我带的所有的护肤用品 然后接下来就是化妆和防晒 我用的是这支隔离防晒霜 它是Shiseido的 之前是看灵心如 它专访有推荐 然后它一直用这一款拍戏啊 什么都用它 它是50SPF的防晒指数 先具防晒跟妆前乳两个功效 我非常喜欢用 它有分金管跟银管 我这支是银管 因为我有时候皮肤会有点出油 但如果你皮肤是比较干性的话 建议买金管 灵心如用的就是金管 我特别喜欢的是它不会黏腻 因为很多防晒霜 你一涂 然后又觉得脸像剁了一层膜一样 但这层 这个完全没有 Shiseido的东西 我觉得质量还是有保证的 戴防晒之后呢 我就用了这款 Omarni Power Fabric 粉底液 这款粉底液特别好用 它持妆度很好 然后颜色我选的是4号 它是我自然肤色亮一丢丢 但是跟我脖子不会有断层的感觉 在脸上也非常自然 不会让你觉得妆感很重 却遮瑕也很好 我非常推荐这一款粉底液 我带的是A Cosmetics的眼部遮瑕膏 这款特别好用 不卡粉 起的遮瑕度高 我用的颜色是Light Medium 很多人他们都说要用Light 我可能肤色没那么白 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是比较自然的 然后它包装也非常小巧 就这么一罐 你放在哪里都很不沾地方 记得用这个的时候 要用美妆蛋来Apply 就是不要用手 用手容易弄得妆感很重 用美妆蛋的话 就会晕得特别自然 眼影我带的是呢 TASA DINONA Mini Sensite盘 就是其实这个盘 颜色跟大盘有一点不一样 可是画出来的妆感还是一样的 然后经我实测 它的粉质跟大的盘 没有任何区别 都非常的好 然后也非常不沾地方 盘子也特别好看 等等你看 啊 特别好上色 有没有 现在我带了阴影高光 是Cavon Kwon的 Travel旅行套装 当然我平时其实也是用这一盘 它又是一盒有两块都在 然后也是非常精致小巧的一款 放在化妆包里 完全不沾地方 我没有带一盒整妆的腮红 取而代这支是 我是用之前买的这样一支 Marty的口红 我几年前买了这个颜色 很少女有没有 可是我这两年很少用到这样的颜色 我觉得这支口红就很浪费嘛 我就把它这样涂在 手心上涂一点 然后这样抹开 然后就拍打在自己的脸颊上 非常的自然 然后又好看 关键是这样一小支 放在包包里很不沾地方 我觉得不沾地方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点 我非常讨厌这东西 占我的地方 我很喜欢东西很精简 可能性格有关吧 接下来是眼线笔跟睫毛笔 眼线笔我带的是Kill Brown 它的棕色号 这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是我表姐之前去韩国的时候 她给我带的 米枝好用 不晕开 且因为是棕色 所以不会让眼睛看起来很不自然 持妆度很久 颜色好看 然后又好画 推荐 这我在Amazon就可以买得到 眉笔的话我用的是 爱丽小屋的 这支双头砍刀眉笔 我觉得那时候 二十刀 给了我六支 是不是超便宜 然后它很软糯 很好上色 这是很好用 然后还物超所致 其实不太用睫毛角 跟刷睫毛这件事情 除非重要的场合 不过我还是会背着这个 我在无印良品买的睫毛夹 它你看也是非常不占地方 然后它也很好用 背不实之虚 我香水也喜欢带这种 非常小型的我买东西 他们送的试用妆 用完你就扔就好 这是Jo Malone的妆 妆两个味道 同样非常的不会占地方 剩下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工具 包括把妹妹帮忙的夹子 然后挖耳朵的勺 我超爱挖耳朵 还有几豆豆的针 这都是我的救星 这是在淘宝上买的 它有一个这种壳子 你就可以把它隔离开来 不会弄脏 特别好用 然后里面蛋也很好 冠军沙便宜 你在国内只要12块人民币 你想在Sephora的话 你要20美金一个 真的是划算 这几把都是我刷子中 每天都会用到最常用的几把 这把是扫阴影用的 它是斜的毛 然后特别的软 这把是说它高光用的 这是Sephora的Pro系列 我之前去Sephora店里 然后他们说一定要买这一块 虽然贵 但是真的是物超所值 因为它上面那个头 可以精准的 让你把高光apply到你要apply的地方 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你知道像鼻尖鼻头这些地方 非常需要一个很精准的刷子 就是它 这个是用来扫鼻侧阴影的刷子 你看它也是斜的这种刷头 中间这把是用来大面积扫眼影 左边这把是用来画眼尾那些 就是需要把眼睛画深邃的那个区域 因为它刷头很小 然后比较硬挺 第三把眼影刷 这把超重要 就是blending 你看这个很软很舒服 然后把你眼影最后全部blend开 让眼影看上去很自然 非常重要 像这一套哦 都是在国内的一个淘宝网站 叫瘦瘦老买的 然后很便宜 毛质也很舒服 就可能它的使用感觉 也挤不上Sephora的Pro系列 但是我觉得性价比而言它比Pro更高 因为Pro实在是太贵了 它一整套要两三百美金 我这一整套 那时候打折才一百多人民币 能想象吗 价格差那么多 所有的刷子 我都一起放在这样一个小袋子里 这个小袋子是Sephora生到Rouche 然后他们送我的那把刷子 就用这个包 可是我觉得这个平时出去旅行的话 带刷子 刷子也不会露出来 长度也很好 所以呢 我的所有护肤和彩妆用品 就都收集在这两个袋子里面 是不是很节省空间呢 好 接下来就是随身携带的行李 我是带一个carry on的一个小的行李箱 然后左边的话都是把衣服啊 然后裤子袜子全部卷好放在这边 用卷的办法它可以最大程度上的节约空间 另一边都是些日用品 还有来福的一些东西 来福的食物 然后来福的尿垫 还有这是来福的漱口水 我把它装在无印良品的一个小的罐子里分装瓶 来福的shampoo 就如果它脏的话可以给它在外面洗澡 来福的便袋 这种便袋它都是完全不透明的 这样你拿着别人就不会看到里面是便便 就不会那么不雅观了 来福的碗 我平时出差的话就带一个这个碗 喝水啊 然后吃饭都放这个碗里 非常小 我记得这个是之前的Tiramisu的一个容器 我觉得扔了很可惜嘛 然后特别小巧 给来福用正好 我的电动牙刷 音响 出去旅行不能没有音响 音响是一个能够极大程度上 提高你生活质量的一个东西 这是我大学时候买的beats 非常喜欢粉红色的款 又特别小巧 后来来芝加哥搬了新家之后 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音响 这个我就随身放在行李箱里出差旅行时候用 然后行李箱另外一边我还放了拖鞋 那美国的酒店它都不提供拖鞋 所以如果你不带的话就可能得赤脚了 我特别怕脏 所以行李箱里都会备好拖鞋 另外我们这次因为要去hiking嘛 所以带了一个很大的保温水瓶 它既可以保热也可以保冷 然后设计也特别的好看 很喜欢swell 然后我还会带一个这样的一个收纳袋 里面是我各种化妆棉 还有是棉签 每天都要用的一些必用品 差不多就这些东西 来芝 你准备好了吗 好啦就是我这次旅行和来芙 两个人的所有行李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首饰啊 包括一些随身带钱包什么 我就直接放随身带包包里了 总之我觉得如果旅行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中小带非常精简 然后包装要小不占地方 在美国的话你去酒店都不会提供 牙刷牙膏那些 包括拖鞋也是都是没有的 不管多少酒店都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都记得要带好 那音响也很重要 音响决定了你居住的品质 如果你们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VK Out This Fashion 我会每周更新新的视频 Idea是Vlog 或者是有主题的专题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也请给我留言 我会一一一解答你们的 好啦那就这样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